发现我的Fruit type 它这边Function它后面又多这个 什么by reference cell as range 然后后面又一个s range 实际上当然你这个Function后面其实可以定义 这个是你要怎么样传送的你的引数 那你返还的是什么s string 丢回去就是要丢回去是一个string 就是丢到那个储存课里面 但是有的时候我讲过 因为VBA本身它是可以有参数 可以有那个什么形态也可以不要形态 所以我的习惯是什么 我一律就是把这些像这种东西把它拿掉 然后像这边的话什么by reference 其实它有by value by reference 不过我是建议 这种相对于我那种写法 我是觉得我那种写法相对比较好理解 那这种写法其实 最后的结果其实也是一样的 只是差别是说 你传递引数 它有什么 是用什么参考的方式 还是用直接直传过来 有点像你选择性贴上 有没有 比如公式就是公式过来 那只有直 可是问题是 你干脆就是直接什么 直接去抓它的资料就是by reference 预设就by reference 那你再写一个by reference 不是有点是 叫做多词一曲吗 对不对 所以你就把它delete掉就好了 那个东西的话 as range 其实这个也不用 所以最后的话 过来的那个名称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名称就好了 我的习惯 那你要写ok 只是说我觉得 写那么多东西 好像 让你感觉心情就会有点受到干扰 所以我就习惯了 那个东西不要 能够越精简 所以我想过我的程式越精简 越 越简单越好 程式越短越好 对不对 但看起来也比较清爽 如果你要写 不反对 ok 因为本身它可以不写 ok 就像说我一直 常举的例子 如果你去餐厅订餐根本打电话去 请问一下我要不要定定位置 他跟你讲说不用来都有 反而位置那么多随便做ok 那你干嘛打这个电话 不是多识一局吗 对 除非说当然另外一种前提是可能真的是 假日的话真的没有位置 那你可能要打个电话 不过以目前像 因为现在的电脑的记忆体量容量都非常非常的大 大到一个你无法想象的大 随便放都没关系 所以你不用担心记忆体不足的问题 那以前会有那些宣告 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因为 记忆体要配置的好 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是 那个记忆体不足 像我印象中大概20几年前 起XLVBA的时候 常常要非常的斟酌 用哪一种 那个变数宣告的形态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的记忆体只有 8MB 16MB 后来才到30 现在都是8GB 16GB 所以 成长了1000 102 1000倍好了 所以 差1000倍你说会差多少 位置本来只有可能10个 现在变1万个 对不对 那根本就不用去理会那个东西了 OK 所以未来的程式是就是很多像Python 他其实也不用宣告 对不对 他概念其实跟VBA也差不多 其实程式 应该是越来越简单 那让你比较好去表达 不要在 特别还要去记一些有的没的 那太累人了 OK OK 所以第一个同学这边的话 也许后面的话就是丢一个东西给他 比如给一个什么名字 我刚刚是 丢一个那个 我是直接用那个 栏位的上面名称 另外In3 实际上这边 需要给4个参数 不过特别注意 第1个参数 是 可有可无的 第1个参数意思说你要从哪个字开始找 那你已经是从第1个了 你写的跟没写是一样的 那最后一个是用什么模式比对 预设的也是VBTEST的Compat 就是用文字模式比对 所以你写 跟没写 也是一样 那所以像我的习惯我光看到 就是说那些 可以不加的我一律都不加 为什么你加了真的看起来就觉得心烦 对不对所以 为什么我的城市 很多同学看了都觉得 老师你的城市好干净 好清爽 原因在这里 真的我城市只要可以不要 全部一律拿掉 顶多是加一些注解 因为我觉得注解是很必要的 如果没有注解很多地方你会看 看不太明白 像我刚刚写完了城市 有没有 我一律会在城市的这个上面 虽然没有什么 但是就是一定还是养成好习惯 加一些注解 我都已经写了 那你们还一定要写更多 对不对 而且有的时候除了给给自己看之外 也要给别人看 因为如果你这东西可能会给别人看到的话 那你还是要让别人很清楚 条列的 像以前我路文班一直讲说12345反正就照顺序 那以后再怎么样 你写久了 你会慢慢越来越清楚 而且以后维护的问题 其实写城市不是说写完就算了 因为你很快就忘记你写过东西了 没有人那么厉害了 即便我自己写过东西 我一段时间没有去看他 我很快就忘记 虽然是很熟悉没错 但是还是要回头看一下 所以你要养成好习惯了 就是你要什么方式可以让你永远保持 就像你刚刚刚写完一样 即便你几个月之后回头看 好像还是历历在目的感觉 那当然不可能 所以怎么办呢 要想方法 怎么办呢 所以像我以前写过程式 一律要照相 一律要存档 一律要做一些 动作 甚至我会把它录影下来都没问题 自言自语录下来 我现在在写什么东西 为什么因为以后的话 如果要维护 比如说客户端有问题 对不对 那你就变成要花double 或者更double的时间 才能去解决他的问题 如果说你有一些记录的话 马上掉一下记录 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了 马上可以解决了 不然的话真的就 很花时间了 因为你不可能永远保持 你刚写好的那种 记忆力了 没有人那么厉害 尤其像城市这种东西 没有人那么厉害 真的 所以有的时候像同学问我问题 因为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提供我档案 因为你要我叫凭空用想的 虽然可以 但是会很头痛 对 一定要具体一点好 千万不要用那 在那边乱想 而且不要乱试 OK 所以这边的话 提供有个参考 这个底下的东西 为什么改这些东西 其实你也可以 参考一下 我刚刚有讲就是 有些其实可以不用加 好 那怎么知道可以加可以不加 其实有个方法 你可以在那个 Instreet的函数上 按一个F1 他会跳一个 跳到那个官方的那个字典 电子字典里面 那他就会告诉你说 有没有 他有个组件 有没有 其实组件就是他的引数 他有哪些引数 而且呢 他会跟你讲说 选用的 选用的就是说呢 你可加 也可不加 对 那所需的话呢 不过我觉得他翻译很烂 什么叫所需 需应该是 必须的需吧 应该是一定要的 所需应该是必须的 OK 选用的是可有可无 是option的 OK 所以选用的 不过我没办法 你再知道 因为他是翻译的 他翻译的非常非常烂 OK 那你大概至少知道一下 你就是用英文的模式 去看这个 中文 你就比较看得懂 因为他其实是翻译过来的 那所以从这边看起来 Streme 1 就是要什么 要搜寻的字串 然后寻找的字串 是什么东西 每次看到这个都觉得 到底哪个是被搜寻 哪个是搜寻的 在最后发现真的 不过你留下范本 像我们之前也写过 OK 所以常写 如果是没有常写的话 你就留下范本 反正看范本 知道范本 OK吧 不过他偶尔会提供给你一些范例 这边有范例 你也可以稍微看范例 所以上面看不懂可以看下面的范例 有时候反而比较看得懂一点点 比如他里面的话 提供给你这些参数 然后其他还有像那个 最后那个是比对模式 他有什么用文字比对 用二进位比对的 比如说里面有图档的话 那当然比对方 他不会预设可能就是用文字比对 然后另外还有database 这非常非常少用 大概最常用就这一个 那 这部分的话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以后的话记得就有些东西 记不得的话你还是透过F1 可以用就是 查字典的方式去查询 虽然他那个东西 实在是编的非常不好 但是基本上也是官方的 OK所以 还是第一手的 OK 那接下来的话另外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题 我觉得另外有同学问的一题我觉得不错 好像上个礼拜有跟各位讲过叫国际指数 跟国际期货 就是 这个 这一题主要是跨工作表的比对 OK 那他们 这个是好像是 期货 在期货公司 里面他们每天要做的 他们里面有那个专员分析 分析师 那他们不会的话 真是涂法链 我说你以前怎么用 就涂法链刚 我说 厉害 真的这种东西看了都头晕了 意思是说国际指数 国际期货的天数 坎错向下 905天 国际指数坎错向下 869 意思是说 这个刚刚好是国际期货 会比 那个 国际指数 多了36天 那到底是哪36天 OK 第一个你要找出来 那怎么找呢 Ctrl向上 他以前是怎么找呢 Ctrl向上 他们就是 一个一个往下找 这个有 没有没有 有有有有 他就往下找 刚好找到呢 这边 4月6号 往下找 4月6号 有没有 这边没有4月6号 OK 那怎么办呢 他希望 第一个把国际期货里面的4月6号 先搬到这边来 所以我们需要什么 插入 一列 然后把4月6号的资料 搬过来 4月6号 然后把这个上面的4月3号 一样的资料把它复制到下面来 OK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 这逻辑还蛮简单的 只是说呢 光要把这36笔资料找到的话 那真的是太 太麻烦了 所以后来我说你们以前怎么做 他就说 嗯 我就 他们就是把这两个工作表 把这边的工作表怎么样 更快的方法是把这个工作表 Ctrl Shift向右 他就把它什么复制 然后贴到国际指数的旁边 可能中间插一栏吧 然后这样子慢慢看 有没有看到左边右边 左边右边 这样看 左边右边 看到了4月6号 有了 就这样再做一次 再往下找 4月14 4月14 14 OK那如果说我们不要这样好了 这样实在是太不符合人性了 OK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就不是把它call过来 而且我是希望怎么样 希望是 帮我把这两个工作表比对 然后自动怎么样 如果国际期货有了日期 就帮我怎么样 call到这边 就是刚刚 类似4月6号这样的方式 call过来 对不对 然后再把他原来的 上面一列的资料 的 B栏到G栏 帮我copy过来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 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工作里面很多 类似有这种 就是说 如果你 可以很快的把 第一个单案跑个回圈吧 那回圈的话你可以什么 如果两边比对 同一列的 不同的工作表 里面的资料比一下 如果不match的话 那就把 就是 国际期货的那个日期 先call到 那个国际指数 先插入一列 空白列 然后再把那边的 资料call过来 并且把上面的资料 整列 除了A栏以外的资料 帮我call到底下来 那怎么 做会比较快 那其实会写这个程式的话 大概程式我算过 好像才8行就解决了 好像这个 我自己写完的程式 真的只有8行 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但如果不会写 我们不会写这个程式的话 可能写再多行不见得一定会对 所以待会我会 用这个 这个范例让各位了解是怎么样做那个 两个工作表的比对 好